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9月18日受邀参加2023年国际法官协会第65届年会计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,并以台湾在晶片制造的竞争优势为题,进行英文演讲。 张忠谋指出,台湾晶圆制造有三大优势,人才,工程师流动率低,交通方便。 这三大优势美国不具备,台湾要捍卫目前的领导地位。 由于演讲听众,大都非业界专业人士,十年92岁的张忠谋,开场通俗易懂的讲解半导体历史,深入浅出介绍从晶圆到晶片的制作过程,并讲解专业术语。 他从第一代半导体发展,谈到1987年创立台积电,向西方国家听众介绍台湾半导体优势,包括如何建立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,当地高等教育人才和愿意配合晶圆厂工作节奏的劳工。 张忠谋于在1987年创立台积电后,开创晶圆代工商业模式,不会和客户苹果应伟达竞争,让晶片设计者得以专注于设计晶片。 张忠谋表示,台湾优势是有非常敬业的工程师这样的人才。 他指出,台积电每年员工离职率低于5%,而美国70、80年代离职率高达20%,培训操作员和工程师需要数年时间,离职率超过10%,怎么会有好成绩。 张忠谋表示,美国于50、60年代在晶圆制造有非常好的竞争优势,不过目前形势转变,台湾在晶圆制造方面具有优势,是晶片制造的领导者,台积电需要捍卫这样的领导地位。 对于半导体的分工,张忠谋表示,整个晶片制程中会先有工程师设计晶片,之后晶圆制造及封装,以前所有流程都是在一家公司完成。 张忠谋表示,台积电制造的晶片占全世界约50%份额,其中先进晶片则占比90%。 晶片无处不在,国防飞弹、商业电脑、智慧型手机、车辆等都会用到。 他以苹果手机举例,一部苹果手机就有至少150亿个电晶体,比如目前最新的苹果A17 Pro晶片,一颗就包含190个电晶体。 他指出,约占全球25亿人口的发达国家中,几乎每个人每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在使用台湾制造的晶片产品。 晶片制造是重要关键产业,这也是台湾在全球竞争中唯一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产业。 台湾需要捍卫它的领导地位。 关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三大优势,第一是人才。 张忠谋称,台湾有大量高质量的工程师,18至22岁年轻人中大学毕业者比例高,而技术人员则有三年至大专学院毕业的。 张忠谋也指出,现在三年至大专生较少,年轻人较多选择四年至大学,比较可惜。 但是工程师如果在晶圆制造业中工作,要能够忍受穿着如航天员般的特殊装备,在无尘室中工作。 他表示,过去职业院校培养了大量人才,但现在台湾人才数量已经减少,是四年至大学学制所导致的。 第二大优势是人才流动率低。 台积电每年的离职率仅为4%至5%,但是美国在制造业在70、80年代晚期,每年的离职率达到了15%至20%,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由于训练一名工程师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,因此如果流动率超过10%,晶圆代工厂便难以维持好业绩。 另一个关键点,便是在任何时候台积电都有一千或两千名工程师驻扎,这是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做到的事情。 第三大优势便是交通方便。 台湾有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,台积电的三个制造厂地理位置不同,但是一两千名工程师可以通过高铁相连。 张忠谋称,许多工程师们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不在同一个城市,周一至周五住在公司宿舍,周末可以乘高铁回家,如此通勤方式在美国是无法行得通的。 张忠谋最后表示,全球现在有超过70亿人口,有75%的人拥有智慧型手机,让他感到惊讶。 发达国家人民大多会使用到台湾制造的晶片产品,所以需要捍卫这样的领导地位。 台积电两纳米制成工厂正在台湾建设中,3D同时进行,分别位于新竹宝山、台中中科厂、高雄南资厂。 根据最新供应链消息,宝山厂建设计划开始放缓,预计将推迟至2026年量产。 台积电此前规划在竹科宝山二期,兴建FAB20厂区,共规划4座12英寸晶圆厂,即P1至P4厂,原计划2024年下半年,进入风险性实验,2025年量产。 但供应链消息称,受半导体需求不振,以及客户情况不明朗等因素影响,这一工厂的建设计划开始放缓,恐怕要等到2026年才会开始放量投产。 目前,台积电高雄厂的进度不受影响,不确定宝山工厂放缓是否会波及高雄工厂。 至于台中地区的工厂,已经通过当地行政部门审核,但2024年才会动工。 有消息称,台中工厂有望直接跳过2纳米,进阶为1.4纳米。 随着台积电半导体制程进入2纳米,全新的GAA架构将取代FinFET。 而三星则提早自3纳米节点引入,GAA架构是否能超越台积电,还有待观察。 这一技术难度非常高,在研发初期导入GAA架构预计会有许多困难。 另外近日,ARM已于纳斯达克上市,定价为每股50亿美元,其首日股价上涨25%。 其中,台积电投资近亿亿美元参与ARM IPO,取得约0.2%股权,潜在收益于7亿元新台币。 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,台积电并非着眼于股票利益,将这项认购案定位为策略性投资,目的在于抬高客户转换晶元代工厂的成本与门槛。 实际上,这并非是台积电首次策略性投资。 此前,台积电曾与英特尔和三星共同投资ASML,在极此外光EUV设备成功开发后,台积电得以发展增强版7纳米制程。 ARM为台积电长期合作伙伴。 目前,ARM架构晶片累计出货量已超过2500亿颗,在智慧手机市占率超过99%。 行业人士分析,台积电若能与ARM策略合作,让客户使用ARM IP设计产品,又与台积电的制程IP结合将有助于提升对客户的服务。 同时,提高客户转换至其他晶元代工厂制造的成本和门槛,增进客户粘性。 近日,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出席活动时表示,ARM是我们生态系统、技术和客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我们希望它取得成功并保持健康,这是最重要的。 此外,联发科此前也宣布,旗下子公司GameTech以2500万美元取得ARM美国存托凭证,约49万股,持股比例约0.05%。 对于投资ARM股权,联发科指出是公司财务投资规划,双方是长期合作伙伴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